那么这回发生意外的四名消防员当中 还包含了钟祁元以及施宝祥 不过呢 钟祁元的身份目前是代确认 所以归类在施连当中 但是呢 他的太太以及留下来年幼的小孩 人就是非常的焦急 钟爸爸就特别透露了 其实钟祁元从小就立志当消防员 而且前一天他才刚过生日 没想到就发生意外了 一起和他出任务的施宝祥 这回也被大火烧得认不出身份 检察长就透露了部分的遗体室已经叹化 现在只希望可以透过DNA禁令的方式 加速确认身份 蒸起橘色消防医抓紧绳索 消防员钟祁元认证训练的模样被记录下来 和弟兄们开心合照比业 但这些受讯回忆被一一翻出 让钟祁元的同期伙伴相当难忘 祁元他前天生日吧 所以我们才就是就是透过脸书啊 跟他讲完生日快乐 然后隔天人就这样玩走 二零一八年钟祁元的脸书上 发出一张黑丝带 才在悼念静棚大火六条殉职的弟兄 他曾经在台中任职九年 好不容易才调回屏东老家 可以近距离照顾家人 钟爸爸也透露孝顺的儿子 从小就立志当消防员 入行以来也都是假等纪幽生 回想接到二号的心情 钟爸爸还是很难过 曾经带着少荣一起工作 但和钟吉元一起出任务的队友 施宝翔也在意外中殉职 施宝翔的老婆看着遗体低头痛哭 护理师抱着崩溃的妻子 尽力安抚情绪 隔天一早他带着小孩来殡仪馆 因为遗体实在难以辨认 需要家属验DNA 字句大家都叹化 没有办法辨认 身边可能握有一些 我们消防救灾的器具 来研判 是消防同龄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武断地 就说一定是 所以我们归求慎重 我刚刚提到的 还是要做DNA的比对 至于时间多久 我还是要看标准的一个比对流程 我想应该会很快 一场大火让家庭破碎 这些英勇的消防员因功顺职 让家属痛心却也感到骄傲 不过至今遗体还无法辨认 检调单位加快脚步 希望尽快让家属安心 华视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